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毕业季又要到来 大批社会新鲜人将投入职场 日前人资管理杂志公布2015新世代最向往企业百大榜 Google、成品、台积电名列前三名 业界表示由于景气渐好转 七成企业有意招募新人 公职领域也有许多职缺 对于年轻世代向往的出国外派机会也不少 但企业界坦言 现在八年级生外语能力较弱 应努力培养国机关增加职场上的实力 毕业季即将到来 以八年级生为主的新鲜人 投入职场有何生涯规划 我将来就是想说 看你们有个机会就是找个工作室 带来一起创业这样子 我比较想就是行销方面那类的 先找有兴趣的 所以不会局限于说要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本身比较偏稳定 然后希望是进大公司 但是前提也是要先磨练自己的能力 人管类杂志公布2015 新世代最向往企业百大榜 针对全台203个大学科系应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显示 Google 成品台积电名列前三名 过去三年连霸榜首的网品餐饮 去年卷入食安风波品牌形象受影响 人气调到第四名 五到十名分别为长荣航空 台湾无印良品 统一星巴克 中华电信 红海和台营 我还蛮认同就是第一个的 就是Google 因为一直有听到Google 就是很在发掘人才 然后工作环境又不是很拘谨 不像台湾就是比较有阶级那种观念 我倒是蛮想试试看IKEA 因为它感觉 因为就是可能外国的气氛吧 新生人对于企业的评价 已经不再是来自一个面向而已 不在于这间公司到底历史有多悠久 或者是在于这间公司的宣传力有多大 他们可能会从各个角度去接触 探索这个企业到底给我的价值是什么 企业界表示 台湾今年景气稍稍好转 七成企业有意招募新人 加上婴儿潮族群开始退休 公职领域也有职缺 同时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下 年轻世代越越欲试的出国外派也有机会 就看新鲜人能否把握 我们在interview新鲜人的时候 新鲜人都会讲说 他很希望要能够外派 然后我们平均大概三年之后 希望要外派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新鲜人会讲一句话 对不起 这个我女朋友说 这个这样分开不好 我觉得蛮可惜的 因为我们台湾 因为我们地下人愁 我们更需要国际化 日本企业其实在国际上发展的品牌相当多 所以相对性他们蛮希望有国际观的人才能够进入日本的企业当中 因为他们需要一些不是日本当地的看法 台湾人才想要在日本企业发展是相当有机会的 这份问卷调查也要新鲜人自评优缺点 八年级生认为自己团队合作力最强 外语能力最弱 企业界有同感 新鲜人也坦白讲 在这个部分 我们每一次的一个考试的时候 在这一块通通都是非常弱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新鲜人 不论如何任何的状况下 请你们不要放弃 外语一定要加强 企业界建议新生代除了加强外语能力 培养国际观 以增加自己在职场上的实力和机会 也提醒新鲜人 对有兴趣的工作 要多去了解实际的工作内容 厘清各行各业 光线外表背后的辛苦 才不会跟着流行抢进特定行业 最后又探入错行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王一文台北报道 针对总统马英九低调出国 调研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一事 国台办处强调李光耀生前坚持一中原则 对外处事 也希望外界以相同的标准 处理台湾人士参加调研事宜 李光耀先生生前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做了积极有益的工作 我们希望各方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 妥善处理台湾人士参与调研事宜 关于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能否续办 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提出的 两岸一家情理念 国台办除了肯定柯文哲的思考方向 有助于两岸合作 仍再次强调 九二共事是两岸政治的互动基础 我们希望台湾各界与我们共同努力 维护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有利于两岸的交流合作 至于台湾应否加入亚投行 国台办并未正面回应 只表示亚投行正在宠备 主要设计者邱国强北京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日前重申九二共事的基础 若遭破坏 两岸关系将地动山摇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阁 解读习近平谈话 认为九二共事一个中国 是大陆对台湾2016大选的底线 面对报道阁的说法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 民进党向美方查队后 认为美国卸任官员的发言 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立场 另外外传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可能在今年的国共论坛 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包道德对此表示 针对两岸未来情势 报道阁分析 两岸政治环境已经改变 不至于出现过去军事上的紧张情况 希望两岸维持和平发展 任何冲突都是美方所不乐见 中央社记者郑重申 华盛顿报道 一席白色舞衣 跳着翩然舞姿 美国马莎格莱姆舞团 首席舞者简佩如 过去她曾获选 美国舞蹈杂志年度最佳表演者 也曾获得意大利当代 最杰出的女舞者奖项 这回演出希腊著名爱情悲剧 心灵洞穴的米蒂亚 让她再度登上纽约时报 八年前我从台湾离开 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 因为没有很多机会 让我在台湾有上台发光的机会 所以我选择外出出国到美国 为了有更大的舞台展现 简佩如不惜林香背景发展 她也表示相较之下 现在台湾年轻舞者机会多更多 简佩如是继许方怡后 第二位进入马沙格莱姆舞团的台湾舞者 去年晋升首席舞者 一再受到舞团艺术总监 爱尔博的赏识与肯定 但对她而言 拥有这么多光环 是靠着她的努力与坚持 饰演米蒂亚的角色 她也坦言压力不小 由于过去多位前辈都饰演过这个角色 简佩如只能反复练习 不断揣摩 我很想要回台湾演出 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台湾演出 然后就是带我先生 我小孩一起到台湾 带着她的舞团 我先生的舞团去台湾呈现 然后也希望有这个机会 马沙格莱姆再到台湾演出 旅外多年的简佩如 这些年都在世界级全美各地演出 即便闯出一番成就 但她更希望有天能回到宝岛 与台湾民众分享 张安社记者黄兆萍 纽约报道 法国地方选举首轮投票结束 在这场被视为2017总统大选的前哨战中 极右派的民族阵线声势很高 让执政的社会党和最大在野党 人民运动联盟望尘莫及 法国采取两轮制选举 第二轮投票定于29号决选 若强烈主张反移民反欧盟反准节的民族阵线获得胜利 势必影响法国政治走向与欧盟未来前途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咨询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佳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